主料,鸡蛋五个,也十分之一小勺,酱油两包,红茶包一包,干姜一块,辅料,八角适量,桂皮适量,花椒适量,清水适量,先在电动喝的水箱中倒入清水,然后把洗干净的鸡蛋放入浇了凉水的炖中内,选择煮粥模式,盖上盖子,等到炖中内的水被腾之后的五到八分钟,鸡蛋就熟了, 切开盖子把鸡蛋捞出来,放入凉水中,彻底晾凉,然后包皮,吃一片香菜叶子,切在鸡蛋的表面,用一块纱布包裹起来,包紧,胸口用线绳扎起来,全部鸡蛋都依次这样包好,在洗干净的炖中里,放入包饺,龟皮,干姜,花姜,茶包,盐和酱油,加入水,再放入鸡蛋, 再次选择煮粥模式,二零五个小时程序完成以后,关闭电源,剪开纱布,把香菜叶去掉即可,成品展示,烹饪技巧,一,隔夜之更加入味,二,如果不做表面的花纹,就不用先煮薯包壳,直接放入调料中,煮一个煮粥程序即可,更多烹备,请关注我的公众号码连的点心书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